我为什么打不过越南队 没办法呀兄弟 没办法 没办法 对不起好吧 对不起 我道歉 给大家道歉好吧 我打不过越南队 给大家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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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说 这么久了好吧 终于来个正式的道歉 对不起 活着了 怪我 确实怪我 只能说当时确实 没完 好吧 活着了 什么时候为TS吧 主播回不了TS 主播回不去了已经 什么时候再去世界赛吗 只能说有机会就去 好吧 没机会就算了 没机会也不勉强 不想去 或者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别的上代的合同好吧 到时候里面直接把我弄过去 也可以 给天哥磕个头能回淘宝吗 那应该回不了 我可以回去打杂 21岁忠师能去视讯吗 视讯算了吧 21岁忠师改定 兄弟 我只能这样跟你说 21岁忠师好吧 就你忠师不是21岁 这两个字 就是战队经理看到 兄弟你的简历直接被丢进垃圾桶里面 也有可能不是 就是当可能当厕纸 知道吧 直接当厕纸 兄弟 你的简历 知道吧 你的简历直接被当厕纸 都不 21岁 我跟你说现在打这也没有十五十六打不了 我那时候都看到有十四的知道不 现在你打这也得被成年起手的呀 你说说超过感觉超过十七都没什么人要了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我当时多少分吗 我当时也没有多少分 当时就是国父王者吧 当时国父王者十七 十七岁国父王者 怎么说能不能打 当时跟现在不一样 当时没有那个十八岁那个禁令 所以他的对年龄的要求没有这么大 但他现在有了 所以他对年龄要求比较大一点 为什么现在不亮表情了吗 因为成熟了 射手小吕布吗 呵呵 小吕布 一般 不如哥哥 黄神能把对面当宙斯打吗 我要把他当宙斯打 我现在已经直接下波了 不想让你们看到我iZo的一面 别蹭哥哥嘛 这也是蹭嘛 那就一句都不能说呗 就 就提都不能提 感觉有点嘎黑我 越战当年的书包还留着吗 那个 我想一下 好像 呃 越战当年的书包好像没了 好像 那书包好像不见了 不重要 真的说 复盘一下GM那一把吗 有什么好复盘的呀 不要让自己现在回忆中好吗 兄弟 现在已经2024年了 不要让自己陷入回忆当中 这个可以直接 那个 他死了 他死了 够 小b 挂到他死了呀 不想开急跑一点 但是可以开急跑 但是没必要 6级直接 直接越他 这波线溜不了 这波线溜不了 漏金愿的 大火直接闪就打不了他 等一号 感觉这个人有点不够玩啊 不如宙斯 感觉不如宙斯 好吧 那你不死了吗 你这样有意 你不死了吗 兄弟 我直接宣布你的死亡 直接吃饼干 让他感受到恐惧 急跑一开 来 锁定他 一个A接W接 外圈瓜 接A接E接 A接闪 加吃饼干 不死 兄弟 只能说换一首 燃一点的歌 好吧 兄弟 只能换一首 燃一点的歌 来一首 哦 好像没有燃一点的歌 来一首罗生门 好吧 再买个爷爷开甲 兄弟 只能说都在我的意料之内呀 兄弟 我提前试饼干 急不急限 两个饼干先试一个 然后再用另一个饼干 锁血 如何评价 感觉当时打GM用 用这个点尾就赢了 感觉不该玩唐鱼 感觉还是得点尾 这么尬吗 不是尬在哪里兄弟 这波不算吗 感觉这波操作得配上一手篮球火 怎么说